眼前一大片的莲花随风摇曳绽放在阳光底下 走到金山区黄青大桥旁的清水湿地 可以看到在绿油油的水道中 有一块色彩鲜艳的花田 而这一块超过400坪的农地 上面所种的就是崇拜牡丹莲花 地主说从6年前就开始种莲花 而这些莲花最大的特色就是开出的花朵相当的大 就像牡丹花一样将整片的绿色荷叶点缀的相当美丽 花田主人说美金到夏季就是连花的盛开季节 而这些雍龙华贵的牡丹莲花分成粉色与白色两种颜色 开花时花瓣有上百片因为害怕烈日的曝晒 因此最适合赏花的时刻则是在天刚亮时或者是傍晚 而这里的莲花也吸引相当多的游客来此拍照 它这个比较特殊啦 它是牡丹型的荷花啦 那花瓣是牡丹花型的 还不错吧 眼眼看还不错 就近期才知道 特地来这边拍照 对对对 我记得过来 你觉得现在看到花开怎么样 你觉得 很漂亮啊 很美 很美美 非常的美 所以来这边看看觉得还不错 天气好来走走 对对对 这花他们说是重办的 我是第一次来 那你觉得如何 应该我觉得是比较有变化 比较漂亮啊 比较漂亮 特地来这边拍照 对对是特地来的 许多摄影爱好者拿着相机 对着一整片的牡丹莲花 加上蓝天与大屯山的陪衬 成为快门底下的美丽画作 民众从淡水沿途经过山至一直到金山 都可以看到大片盛开的荷花 想赏花的民众不妨可以走一趟北海岸 可是会有不少的收获 记者许端一 金山采访报道